比特币的短期关键风险点位的解析 到底哪个价位才是短期趋势的分水岭呢 今天告诉你 以太坊ETF首日1.1亿美金净流出 到底是谁在砸以太坊的盘 2024美国大选拜登突然就失宠了 连硅谷巨头都公开叛变 阿克廷携手萨瓦多要开采比特币 下一步是不是把比特币当法币呢 这是个问题 马斯克的王炸XAI 融资了60亿美金 而且坚持要开源 对手就是OpenAI 用加密货币重新涨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变有钱 5月28号星期二 这里是BitcoinTV中文频道币连何在 我是Michael 我们先来看由永不插针的 Deepcoin冠名的币圈24小时数据整理 截止到今天中午1点 比特币来到了67,660美金 24小时跌了1.5% 以太坊3829跌幅2.1% 短期持有人的SOPR数据一直在1的附近 说明现在市场的情绪非常稳定 没有太大的获利卖出或者亏损卖出的现象 在15天之前 短期持有者盈亏比是持续下降的部分 那么曾经接近到1比1的均衡位置 不过在15号之后呢 大家看到比特币价格在反弹 盈亏比也大幅的盘升 这说明比特币在62,000美元左右 很多短期投资人已经是超到了足够低的筹吧 如今比特币上涨了5000多点 这部分短期投资者是在获利卖出 或者说有获利卖出的迹象 我们来预测一下这一轮比特币的价格顶峰会的哪里 可以把你心里的价格写在我们的评论区 那我们看到比特币的两年移动平均值是32,200美元 如果乘以5之后是161203 也就是说按照历史趋势来预测的话 这一轮牛市比特币的高位会在16万美元附近 就目前来看比特币依旧有两倍以上的上涨空间 如果我们通过历史的牛熊周期来看 现阶段还没有处在牛市最完美的时间节点 所以此前比特币跌破6万 我们曾经经历了一次上升过程当中的回调 那么现在处于一个小牛行情几乎是顶部的位置 很有可能会再进行一轮小周期的回调 然后就迎来狂暴的大牛市 按照现在比特币价格来看 依旧还是有非常大的性价比的 可以进行定投或者分批建仓 也可以囤积一些比特币的矿机 未来比特币的牛市周期 我们预计还会有6到12个月的爬坡期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非常有用的指标 就是比特币的风险信号指标 这个指标是干嘛的呢 它通过风险值的波动 可以探寻短周期内 大家持币的信心的支撑点位究竟在哪里 所以当这个指标低于25表示低风险 高于25就是高风险了 最高值是100 大家看到5月份比特币的风险指标 出现了明显的异动 5月2号比特币跌破59000的时候 风险指数最高 数据了68 5月11号到达65.8 那当时比特币价格还在6万美元附近 来进行震荡 那短期的市场的风险拐点和支撑位 在哪里呢 59000到6万美金 如果跌破 说明上涨的叙事 可能会有一个暂停 大家需要关注这个重点的支撑位 那短期来看风险指数在66000美元上方 情绪是稳定的 没有出现异动 说明66000美金是一个关键性的风险指数的一个拐点 在66000美元上方 大家情绪都比较稳定 66000美元下方就出现明显的风险指数的异动了 好 请您点赞 我们来帮您梳理24小时币圈这些最疯狂的新闻 跟前最近的新闻 我们希望这种每天的新闻整理能够让您在website的投资当中 有一个感性的认知 知道这个行业发生了什么 竟然支持您做出一个理性的投资决策 大家知道现在以太坊的ETF现货版本通过之后 大家都预期以太坊有一个价格的飙升 当然S1-1的表格还没有通过 可是按照比特币之前的规律来讲 这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会巨大的带来以太坊的买盘 可奇怪的是以太坊不但没有涨 还跌跌不朽 反而是比特币一路冲高 那现在这个原因算是80%找到了 谁在抛呢 灰度 灰度原来手里有一个以太坊的期货版本的ETF 叫做以太坊E ETHE 那现在为止呢 它每天都为以太坊带来源源不断的卖盘压力 据KECO分析师的报告 灰度GBTC于1月11号 从封闭式基金转换为ETF 推出时 管理的资产中有23%在第一个月流出 总额达65亿美元 在转换为ETF之后 GBTC相对于资产静止的打折会急剧收窄 ETHE的资产管理规模为110亿美元 KECO表示 如果其流出量与GBTC类似 那么平均每日流出量将达到1.1亿美元 获占Coinbase上ETH平均每日交易量的30% 所以大家看啊 11亿美金呢 这是什么概念 这几乎是占据了Coinbase上 以太坊日均交易量的三分之一 这种抛压 以太坊能涨就奇怪了 那么过去的三个月当中呢 ETHE它的三个月的交易价格 是一直低于它的净资产值的 也就是说最高的时候达到26%的折扣 也就意味着更多的投资者会选择在ETHE转为现货之前 来实行套现 以获得更多的价格的差价 所以随着投资者的赎回 那么ETHE的资金流出压力会进一步加大 这对于以太坊的价格维持稳定 或者说上涨来讲是个负面 但大家有一点要相信 抛压总会结束的 你有多少以太坊总会卖干净的吧 但那个时候以太坊上涨就铺平了道路 好 现在美国总统大选 它的话题出了经济移民政策 气候变化堕胎权等等 现在多了一个web3数字资产的话题 我现在非常怀疑 以前我们都是减半牛 现在会不会多一个选举牛呢 毕竟有前车之鉴 2020年这一波牛市 就是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开启的 首先是Michael Seller 换上激光眼的头像 然后埃罗马斯克开始在节目上推销狗狗币 拜登当选之后其实虽然说他的政策很严格 可是在拜登时期是迎来加密用户爆炸性的增长的 现在美国人有五分之一持有数字资产 那就是5200万人 5200万张选票了 除了这些人呢 硅谷当前的政治风向 其实也是发生了转变的 由于长期以来 硅谷和民主党关系密切 对川普的公开支持曾是禁忌 然而目前Mark Anderson Chimaf Pellihabitaya等知名科技投资人 正日益公开批评拜登总统 并表达对川普的支持 Anderson Harowitz的联合创始人 马克·安德森 在最近的博客访谈中 犀利地指出 拜登政府确实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而同时特朗普表示 如果当选总统 他将赦免硅谷的敌人 朱利安·阿桑奇 阿桑奇是谁 阿桑奇是在2006年创建 维基揭秘网站的幕后英雄 为什么叫他英雄 因为他曝光了无数国家 或者说政要的黑料 尤其是硅谷最多 所以阿桑奇一度是硅谷 或者是美国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 他被联合国制裁过 在各个国家流浪 最后被英国和美国 现在是联手囚禁 不过我倒是认为说阿桑奇是很有可能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透明 更加公平的一个英雄 因为他曝光出的一连串惊天的大秘密 除了是事实之外 也能颠覆大家对于当下体制的一个认知 所以我觉得维基揭秘不仅仅是一个信息网站 它正是有一群高智商的精英 来创建的一个信息乌托榜 所以如果特朗普真的能够减刑 或者说释放阿桑奇的话 我这票或者心里这票一定投给他 比特币确实可以抗通胀 阿根廷取经萨尔瓦多 要在比特币上做文章 Wordcoin遭遇全面封禁 山姆奥特曼是父辈受敌 好我们不止一次的说过 当传统金融传统法币体系摇摇欲坠的时候 比特币就会登堂入市 我们来看一个数据 阿根廷的通胀从2024年1月份的254.2% 上升到了2024年2月份的27.6% 更加可怕的是大家知道 从1944年到2024年 阿根廷的平均通货膨胀率高达189.7% 1990年3月份最高的时候 达到了20262.8% 200多倍的通胀 这根是前无古人后不知道有没有来者了 当然这是历史性高 历史记录 所以当一个国家的经济面临崩溃的时候 比特币就会在民间普及 乌克兰 土耳其 阿根廷 莫不如此 而米莱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成功当成了阿根廷的总统 对于既没有发生战乱 也没有经济崩溃 经济产业又很复杂的国家而言 比特币和其他衍生出来的加密货币 华克兰就成了一种发展经济的产业 今天我们130 阿根廷官员表示 他们渴望进一步了解萨尔瓦多政府 采用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经验 并探讨两国在数字货币领域的合作可能性 阿根廷官员希望借鉴萨尔瓦多 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经验 并计划签署合作协议 萨尔瓦多这是我的梦想之国 也叫做比特币之国 他的总统布布 除了大力支持比特币之外 大家要知道在他代理下 这个国家每天会购买一枚比特币 而实际上相比比特币之国 萨尔瓦多阿根廷民众 在比特币的采用率上至高不低 方朱基金的研究助理叫Paul David 他在2023年8月份 给投资者的一份报告当中显示 阿根廷的比特币采用率超过了萨尔瓦多 更达到了27%的民众 所以阿根廷的消费者声称 在定期的购买加密货币 特别是比特币 而这仅仅是2022年时候的老数据了 这两年我相信这个数据只会多不会少 总之阿根廷和萨尔瓦多之间 比特币的合作怎么合作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话题 那随着两个国家交流的深入发展 我们有理由相信阿根廷 或者说至少他会考虑 未来比特币是否作为法定货币的一个选项 好 我来看一下Sham Altman 这是一个人工智能之父 ChadGPT是他最得益的产品 而ChadGPT傍身的 Wordcoin是币圈最了解的 或者说大家认为说真正在 币圈有人工智能属性 离人工智能应用最近的 或者说只有一成纸的这个Wordcoin WRD的代币 大家看到Wordcoin曾经要解决人工智能带的事业问题 撒上人间都是爱 要给所有人贡献红膜的人都发这个Wordcoin代币 作为这个最低生活保障 因为AI抢了你的饭碗 那WRD给你一些生活保障 大概这个意思 但这个叙事因为要采集红膜 涉及到这个数据 涉及到这个隐私 所以很多国家都封禁了WRD 那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您认为WRD未来有没有叙事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您的答案 因为这个答案是两极分化的 那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 Sham Altman的另一个项目 它的全头产品ChadGPT 不但强龄环四 而且它的市场份额也在一步一步的被蚕食 科技富豪伊隆马斯克旗下的XAI 在最新一轮融资中 筹集了60亿美元 以打造能与OpenAI 以及Athropic等人工智能公司较量的工具 而算力基础设施 是未来这些企业竞争的关键 马斯克称XAI的投钱估值为180亿美元 Anderson Harris 红杉资本等 成为参与XAI公司B轮融资的投资者 马斯克的XAI将利用这笔资金 推进其对社会有益的AI系统的研发和开发 并帮助将熟款产品推向市场 好 和沙姆奥塔曼全面竞争的就是马斯克 其实OpenAI在2015年12月份成立 马斯克的AI公司比它晚了8年 可是马斯克是最早期的OpenAI的早期重要投资人之一 而且OpenAI这个名字还是马斯克取的 马斯克当时是希望说 OpenAI能够成为AI开源 数据开源 技术开源的一个世界领导人 但是随着微软介入的越来越深 OpenAI开始避原了 所以一气之下理念不合咱就单干 23年的3月份 马斯克成立了XAI 要和ChairGPT一较高下 那开源和避原 您到底倾向于哪一个方面 对世界或者对我们更有利呢 可以在评论区发表您的意见 马斯克和沙姆奥特曼 到底谁会在AI界拔的头丑 我相信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Soferman团队人员在X平台发文表示 Soferman官方X账户目前已被盗用 请勿点击任何链接或与该账户互动 目前正在积极与安全团队合作 以重新获得对该账户的访问权限 Polyhedron Network在社交平台上宣布 将于6月10号启动ZK质押功能 用户可质押ZK代币 赚取ZK代币 以及生态系统合作伙伴的代币奖励 区块链开发公司CL Labs 宣布推出银行到钱包的Telegram扩展功能 该功能允许用户直接在Telegram应用内 将银行资金转入钱包 或将钱包资金转回银行账户 Cosper新智能合约标准Odra 1.0 Odra Dev提供在Cosper上开发 测试 构建 部署 和与智能合约交互的完整解决方案 Soferman在X平台发文表示 衍生品Dex Lara将部署至SelfLR 据介绍Lara构建了再质押衍生品 包括背对看涨期权 击差交易等 并将为再质押收益层SelfLR 带来自动化衍生品策略和可持续收益 有些时候觉得凭什么你要要求 所有的人都面临的好 都知道你在干什么都感恩你的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圈子当中很多人都是来逐利的 他们会因为一点点利益的损失 翻过个儿来来评价你 在我二三十岁的时候 坐在前辈的桌上 那时候我是最年轻的 当时我就在想 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坐下来的时候 我就是最老的呢 现在这个事情就发生了 在我三领域很多都是00后 最多是90后 很多年轻人 我就是桌上最老的那个 但是我认为说 在人生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当中 我还是愿意把周遭的人 把身边的人看得善良一点 我不想把这个世界看得太灰暗 所以我尽量的要求自己去经历 去感受去旅行 去看美景去吃美食 这样可以让我的人生更向善一点 把人间看得美好一点 把人看得简单一点 这样我觉得是要获得安顿和幸福的一个最直接的方式 所以人性本善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让web3变得更美好一点 好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我们频道有价值 欢迎给我们点个赞 也欢迎您成为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把频道打造的更加专业 这里头有所有的会员权益 明天见